《临水夫人》 他的信俗 应该来说 跟我们福建的文化 敏台的文化 福州的敏都文化息息相关 在古代 《临水夫人》的信俗 应该是福州最具特色 信仰最广的一个习俗 他的信俗 不单单是一种拜拜的文化 他更是进入寻常百姓家 因为他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神 所以我们在福州的习俗中 有几个很特色的习俗文化 就比如说请花 男生女生结婚了以后 那当时想生男孩子 想生女孩子 要到临水夫人庙中去请花 那第二个是保胎护肠的习俗 就请那花生怀六甲以后呢 那百姓呢 还会到临水夫人庙里面 祈求临水夫人 赐平安符 换在家里 给孕妇 祝胎 能保胎 现场 因为古代医学不发达 生产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呢 有临水夫人毕业 能保佑孕妇 顺利生产 第三个临水夫人习俗 就是过光 小孩子出生以后 这个长辈都给小孩子定时 算一下小孩子也没带什么光 什么煞 怎么才能帮他 助他健康成长 所以呢 就有了过光这个习俗 在临水夫人面前 愿请法师 请道士 在临水夫人面前 做了仪式 那小孩子过了这个光 就过了这个煞 就平安了 那这一直做过光的习俗 一直要到十六岁 十六岁就小孩子成能了 那小孩子成能以后呢 也会在临水夫人面前 做个谢来的仪式 就是成能力 在临水夫人面前 答谢临水夫人十六年来 助小孩子健康成长 成能 这是他的一个成能力 当然一到成能力又到结分了 所以又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仪式 那临水夫人的这种呢 还有他很多方方面面的习俗 都跟我们传统的福州人 有的信息相关的 希望说通过 我们都是希望说通过 跟临水夫人的这种 开展临水夫人的这种 传统习俗 来传递一种爱 一种母亲 一种平安 一种平安 二十五秒 怎么知 绝联